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法式佛系灾难片 呼吸 男主的女儿莎拉被诊断出了败气症 如果离开医院回到家里 就必须在特制的空气净化舱里才能正常生活 终于男主前去加拿大找到了一种能治好女儿病情的方法 向妻子提出要举家搬迁到加拿大 就在这时电视上开始报道附近地区发生地震的新闻 此时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强烈的晃动 男主跟女儿莎拉通了电话确认安全后 匆匆跑下楼查看情况 却发现气氛异常怪异 街上的行人神色匆匆 当他跑到一处十字路口时 突然地下冒出了大量高暖度尘埃 凡是被这种气体波及到的人都纷纷倒地 人们顿时乱成一团 四处狂奔躲避着铺天盖地涌来的烟雾 男主飞奔回家 在确认女儿在空气净化舱里安全后 拉着女主飞奔上楼 敲开楼顶邻居瓦德夫妇的房间躲了进去 过了一会儿 外面恢复了平静 男主推开门来到阳台上 发现烟雾已经完全淹没了下面所有的楼层 此时的莎拉还独自留在烟雾包围的空气净化舱里 男主找到了氧气面罩 下楼给女儿送食物补给和电池 随后来到街上 看到满街被烟雾堵死的尸体 部队带着少数的幸存者离开了这里 而此时男主震惊地发现 毒物所淹没的高度正在飞速上升 于是男主和妻子赶紧戴上氧气面罩 下楼想要带莎拉走 但莎拉恳求父母去找到自己的男朋友小凯 带着她一起离开 在寻找小凯的过程中 男主和妻子被变异的疯狗狂追 还被气体意外爆炸烧伤 差点因缺氧呼吸毒气而止 男主看着同样死里逃生的男主 两人紧紧均吻在一起 接着男主到楼层的阁楼后 意外地发现了一名幸存者 为了争夺这名幸存者的氧气装备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迫不得已为了生存 男主紧紧扼住了幸存者的咽喉 这时莎拉通过电话告诉女主 进化仓的电突然断了 但唯一一个氧气瓶已经被男主带走了 女主顾不了那么多 闪吸了几口气就冲下了楼 再为女儿重新安上备用电源后 就紧急离开了 可无奈还没到楼顶 就坚持不住吸入了毒物 最终倒在了楼梯上 此时男主拿到氧气瓶回到屋顶 却看到死去的妻子 她悲痛不已 对女儿告知了母亲的离去之后 想要赶紧带着瓦德夫妻离开 但无奈氧气装备不够 此时瓦德先生主动提出 把生存的机会留给男主和他的妻女 然后和妻子手牵着手躺在床上 安静而又祥和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男主咬咬牙离开了屋顶 带上氧气装备 骑着车去街上 为女儿取太空服 让他能够离开空气进化仓后 安全地离开这里 可谁知 几乎为零的能见度 让他发生了车祸 男主躺在地上 努力地睁开眼睛 看到女儿和男朋友小凯 朝自己走过来 莎拉开心地对男主说 这毒物对自己和男友并没有伤害 男主终于松了一口气 紧紧地抱住女儿 即使灾难来临 人群暴动 人们依然能够浮起恩爱 不离不弃 这部电影真正地诠释了灾难面前 人性珍贵的一面 由我们看完这部电影后 都能感受到这种震撼心灵的力量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